主席 一直以所謂的公投綁大選四個字 視為毒蛇猛射 朱布施說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公投案的一個舉行 全部幾乎都是跟大選一起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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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同仁 剛剛聽國民黨的許藝人委員特別提到說 問題的關鍵不是在門檻 問題的關鍵是在於說過去的政客操弄公投 以公投綁大選 聽的實在是好笑 也覺得說國民黨從過去2003年 在審議公投法的過程裡頭 一直以所謂的公投綁大選四個字 視為毒蛇猛射 朱布施說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公投案的一個舉行 全部幾乎都是跟大選一起來舉行 那假如說這個邏輯成立 過去總共有六次的全國性公投 國民黨提了兩個案 也跟總統大選一起來舉辦公民投票 舉辦公民投票的結果 假如按照國民黨的邏輯 那這個也是政客操弄選舉嗎 難道王健軒也是操弄選舉嗎 難道蕭萬長也是操弄選舉嗎 六次的全國性公投都沒有過的原因是在哪裡 是在於門檻過高嘛 所以門檻才是問題 所以這一次的修法過程裡頭 民主進步黨很負責任的 包括說從提案的門檻 連署的門檻到通過的門檻 全部都把它大幅降低 那希望更多讓由人民做主 來共同決定一些國家 或者是地方政府的這些重大的爭議事項 就直接交由人民來做決定 這個才是符合我們憲法所規定的 所謂這個創制不全權行使的一個規定 所以這個從過去憲法到現在 那我們這一次真正把過去在2005年所定的 所謂的鳥籠公投裡面的這些層層的這些枷鎖 一次的把它解開 包括公投審議委員會 過去公投審議委員會就是一個太上委員會 人民經過連署提案 大概九十三萬人左右的這個連署 公投審議委員可以致意的把這個連署案就把它去除掉 我過去曾經擔任過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我也知道說過去政黨的黑手 怎麼在公投審議委員會 來封殺人民的一個提案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修法的重點 就是在於降低門檻 就是在於還權於民 讓人民在這一次的公民投票法的一個修法過後 能夠包括在整個他對於他一個自由意識的表達 不管是創制權的行使 或者是創決權的行使 都能夠在這一次的公投法修正通過之後 能夠真正展現國民的意志 我想從2003年到2011年已經經過14年的一個時間 在累積了那麼多公投 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光怪離奇的 台灣獨有的公投的一個亂象 那這一次我們該做一個歷史的一個了斷 應該把全力還給人民 讓人民直接做主 讓台灣能夠真正成為一個真正 民主鞏固民主的一個國家 謝謝